今年銀行競爭激烈 選用普通的按揭產品 銀行都會提供一個按揭儲蓄掛鉤戶口 作為額外優惠送給客人 按揭儲蓄掛鉤戶口 顧名思義是按揭貸戶口和儲蓄戶口的組合 以賺取高息作為吸引 儲蓄戶口可享有等同按揭利率的息率 儲蓄戶口的存款亦可隨時提存 而不收取任何手續費 至於操作方面 銀行會以儲蓄戶口每日的結餘 計算日息 在每月的結算日 便會把利息傳回戶口 不過要注意 儲蓄戶口設有存款上限 通常設在按揭貸總結五成以內 有部份銀行設在六成以內 也要留意 儲蓄上限超額 有些銀行或額外收費 手續費或年費 要收取 這個戶口最大的好處 是令資金零湖運用 去節省公樓利息開支 而存入存款戶口的現金 亦可隨時拿出來作為周轉用途 非常適合現金收入的人士 例如的士司機、小販、零售店、老闆等等 最後 近日銀行都調升了按揭的息率 所以建議各位公樓人士 可以善用這個戶口 例如將自己所有的積蓄都放在這個戶口 或者用這個戶口作為出糧的戶口 可以每日賺取高息 作為對沖加息的方法 就好了